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医院里 老公睡着了 我跑前跑后几天 身心俱疲 医生 手术成功率如何 我红着眼镜询问 医生说 赵小姐 我实话实说 周先生的手术成功率只有一半 周先生问过我 我也如实回答 最近周贤老师说头疼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不甘不愿地放弃去南城出差 到医院检查 这一查就发现了大问题 周贤的脑子里长了个肿瘤 好消息 这个瘤子貌似是良性的 而且发现得早 还没有长到不可控的地步 坏消息使瘤子位置刁钻 很容易手术失败 医生告诉周贤 手术成功率只有一半 周贤一下子崩溃了 难以接受事实的大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都希望 能找到提高手术成功率的方法 只有一半 这一半概率 已经是最大保证 而且病人必须严格按照我的主腹用药 目前不能手术 我们需要用药控制一下肿瘤 等身体调整到合适状态 就可以动手术了 那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月左右 好的 谢谢医生 不客气 我失望地走进病房 看到床上躺着沉睡的老公 悲从中来 周贤 你太辛苦了 以后别一味忙着挣钱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呀 周贤开了家公司 经常在外面应酬 后来又去南城开了分公司 每周都要两边跑 如果不是这次 我强硬逼他到医院检查 他恐怕又去南城出差了 我抹掉眼泪 起身帮他收拾床头柜的东西 顺便将他皮包里的东西也整理一下 这时我发现 他的包里有一个笔记本 起先我并没注意 因为我只想检查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 结果笔记本不小心落到地上 摊开一页 上面的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遗嘱 我一顿 看了一眼病床上的老公 弯腰捡起笔记本 遗嘱的字迹很潦草 可以看出周贤写的时候 心烦意乱 情绪起伏极大 应该是周贤得知 手术只有一半的成功率后 受到刺激写下的 傻瓜 我眼眶一热 咱们也有一半成功的概率啊 我悲痛地看他写的遗嘱 读到后面 神色渐渐凝固 心中悲痛消失 生起满满的愤怒和疑惑 这封遗嘱涉及财产分割 他给婆婆公公留了一半财产 另一半留给一个叫方雨的女人 叫她把孩子生下来 好好照顾孩子 而我 一分钱都没有 我可是她老婆 遗嘱里竟然一分钱都没有 我不敢置信 这个方雨是谁 我仔细回想 脑海里隐隐浮现一个女孩的身影 曾经似乎当过周贤的秘书 看起来挺年轻的一姑娘 长得很漂亮 打扮得妖妖娆娆的 说话声音很甜 我第一次在公司见到她 那副妖娆发嗲的姿态 就让我心里不舒服 第二次见到她 她正在周贤面前撒娇 身体趴在桌子上 穿超短裙的屁股撅得老高 虽然两人没有过激行为 可我心里极其不爽 回家我向周贤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做秘书 周贤顿了一下说好 将方雨辞退了 我喜笑颜开 周贤一直是模范好老公 只要我提要求 她都会满足 毕竟当初她还是个创业的穷小子时 只有我陪着她一路走 坚定不移地嫁给她 我们感情非常深厚 可现在看着手里的遗嘱 我只觉得讽刺 我的丈夫周贤早就背叛了我 她和方雨一直在一起 而且已经有了小孩 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心渐渐冰冷 早知如此 就不该带她来医院检查 让她那颗瘤子越长越大 直接死了算了 到周贤出院 我都没有表露一丝迹象 表现得和往常一样 周贤拿着一堆药回家 把自己关到书房说响静静 我温柔地说好 钻进别墅的另外一间房 打开电脑 观看监控 发现遗嘱不对劲后 我便离开医院 第一时间请人在家里 安装针孔摄像头 并且让侦探去调查方雨的情况 监控里 周贤果然没有静静 而是给方雨打电话 出了点事 才没过来 去了趟医院而已 放心 小问题 你现在怀着孕 好好照顾自己啊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周贤忽然笑了 声音温柔地说 行 过几天 我来看你 你们才是最重要的 那张笑脸 是我这几日都未见过的 他因为生病心态不好 一直冲我发脾气 生病的事 他没告诉任何人 怕别人担心 我以为这是信任我的表现 现在才发现 原来他是可以控制情绪的 他只是想把负能量全发泄在我身上 把温柔和煦留给其他人 我眼眶慢慢变红 眼神却越来越冷 下午我接到私家侦探电话 约在咖啡馆见面 昏暗的卡座里 侦探递给我一个文件贷 赵小姐 这是方雨的资料 谢谢 我接过文件贷 给侦探赚了五万块钱 资料显示 方雨辞职后去了南城 周贤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将它养起来 他又把方雨安在分公司经理的位置上 南城在远方 我不可能去调查 且我当初为了怀小孩离开公司 对公司后面的安排一概不知情 呵呵 周贤 你对得起我 我之所以离开公司 是因为我们结婚三年没小孩 家里意见大了 而且查出我的身体有点小毛病 我本身也想要个孩子 因此就回家备孕 但一直怀不上 为此我遭受了不小的压力 婆婆明着嘘寒问暖 实际却催促我早点生小孩 事情拖到现在 婆婆没怎么问了 没想到周贤居然在外面养了小老婆 还怀上了孩子 周贤告诉我要去南城出差 我让他别走 他不耐烦地表示事情很紧急 必须得走 我说 非得去 不想看医生了 其实 在周贤确诊的第一时间 我就联系上一个朋友 朋友帮我联系国外的专家团队 如果由他们动手术 成功率会提高到70% 如今 我懒得再去为他奔波 嗯 那边等不了 周贤说 什么时候走 下午1点的高铁 我点点头 进厨房为他准备午饭 中午 我们在餐厅里吃饭 很安静 几乎没说话 平时都是我说话多些 今天我一句话没说 他竟然也没问一句 什么时候 我们变成这样了 周贤心不在焉地扒了两口菜 频频看表 我等到他快出门 才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签个字吧 这是什么 周贤急着出门 没有翻开文件 等我回来再说 为你买的保险 我说 不是要动手术吗 总要有个保障 你去南城要好几天 赶紧签了吧 周贤看了看表 又翻开第一页 发现上面的确写着保险 就没看后面的内容 直接刷刷刷签下大名 按手印 我一直翻 他一直焦虑地看表签字 按手印 似乎南城那位比他的命还重要 他如此轻易地签字 是因为知道我一心一意为他 也知道我对方语的事不知情 所以才轻易签字 一达文件签完 他匆匆开车离开了 我说 再见 等他离开 我拿掉最前面的几页保险纸 录出股权转让书几个大字 从今天起 我将是公司的最大股东 周贤一走 我立即拿着股权转让书去了公司 曾经我是合伙人 有股份 为了备孕才退出管理 如今回去轻车熟路 周贤患上癌症 所以将公司事务交给我打理 我拿出周贤的所有检查 诊断报告 对公司高层们说 他现在需要静养 准备手术 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在股权转让书 委托管理书 各项病例报告单前 公司高层们 以及股东们 一致同意 我接手公司 毕竟这江山 是我和周贤一同打下来的 周贤不在 我就是他们最信任的人 周贤在南城和方宇 你浓我浓 我在公司里抓紧时间掌权 我等着周贤回来 发现公司变天了的表情 我甚至预设了各种情形 比如我们俩撕破脸 周贤和我闹翻 到时候争权夺利 必然腥风血雨 我不一定能抢过他 但我会努力 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预设了种种 唯独没想到 他回程途中 发生了车祸 车祸并不严重 但他脑里有个定时炸弹 一撞就爆了 我接到电话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周贤躺进急救室 医生说 赵小姐 手术非常危险 不一定能成功 不过 我们会努力抢救的 他给我交代数前事项 让我签字 我红唇微挑 那就别救了 啊 医生傻眼 又费钱风险又高 以后还会出现各种后遗症 还很痛苦 就回来干什么 我说 把管拔了 让他轻松点走吧 医生陷入沉默 我不肯签字 他们无可奈何 很快 周贤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咽了气 医院出了死亡通知书 我直接花钱插队拉去火葬场 将他烧成灰 又回到家 翻出他书房抽屉里的笔记本 将本子拿出来烧了 世界瞬间变得敞亮 做完一切 我才给婆婆打电话 告诉他们周贤离世的消息 我并没打算对付公婆 因为公公婆婆 在我结婚的这三年 并未和我结仇 周贤的遗产 我会按照法律留给公婆 考虑到两个老人 只有周贤一个儿子 我甚至可以做出退让 现今可以多分一些给他们 婆婆尖叫 什么 不可能 我儿子怎么可能死 公公婆婆到处旅游 得到消息 连夜坐飞机从海南赶回C城 我要见周贤 见到我的第一秒 他们就嚷着要见儿子 我掏出骨灰盒 脸色平静 周贤在这里 公公婆婆不可置信 我掏出死亡通知书 火化证明 他们依旧不相信 别糊弄我 我儿子前段时间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忽然死了呢 我直接拿出照片和视频 周贤尸体的模样 以及死后从推车里出来的过程 都一清二楚 周贤死后我才通知亲朋好友 过了会儿 马上有人给公婆打电话 询问周贤死亡的事情 这下子 他们不得不相信周贤死了 又是一番哭天枪地 我将两人带回别墅 等他们心情好了 打算讨论遗产的事 婆婆忽然开口 她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就死了 是你知道她有情人 故意害死她吧 我盯着满脸怀疑的公婆 问道 婆婆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周贤有情人 婆婆 你别装 周贤的情人叫方雨 你之前见过的 现在就在南城 而且她怀着周贤的孩子 如今已经有六个月了 从她的口气 我可以断定 周贤和方雨在一起的是 她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么多年都好端端的 前段时间方雨身体不舒服 非要到C城大医院来检查 回去后没多久 周贤就出车祸死了 我不信其中没有关联 你一定知道了这事 怀恨在心 公公也说 要是你心里没鬼 为什么我儿子出车祸 不通知我们 还急急忙忙地拉去火化 两人口口声声 像福尔摩斯一样 指出很多事件 越说越认为 是我害死了周贤 嘴脸之兄很丑恶 前所未见 望着他们丑恶的嘴脸 我缓缓笑了 所以你们知道 他出轨还有了小孩 却都瞒着我是吧 两人的眼神有些飘移 但过了会儿又理直气壮起来 别转移话题 就是你把周贤杀了 我说 现在你们又无凭无据指责我杀害周贤 亏你们做得出来 不想和他们打口水战 我直接拿出手机报警 警察 我要报案 我怀疑老公是被人杀死的 我堂堂正正地报警 公公婆婆露出恶然神色 涉及杀人案 派出所很快出警 到家里调查 警察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他 贼喊捉贼呢 婆婆吼道 我淡定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警察先冒火道 不要干扰调查 婆婆善善地退到一边 请问赵月小姐 为什么要这么快火化你老公的尸体 而且没有通知家人 警察问 我回答 这是周贤的意思 他是个孝顺孩子 不想让父母伤心 曾经吩咐我早点火化下葬 免得爸妈看到了受不了刺激 什么时候说的 我脸不红心不跳 前段时间 周贤确诊为脑流时说的 我没撒谎 因为周贤刚确诊时崩溃了 什么话都说过 也做了一些冲动的事 其中就包括说 早点把尸体烧了 撒向大海这一件 当然也包括他写下那封恶心遗嘱的事 也因为那封遗嘱 我才知道他早就背叛了我 脑流 公婆震惊 他们根本不知道周贤患脑流的事 我平静地说 对 周贤前段时间确诊为脑流 退位让贤 让我接手公司 打算好好治疗肿瘤 原本应该在家好好休息 但他非要去南城出差 说那边的人一直催他过去 他才启程去南城 结果就发生了车祸 原本那车祸比较小 死不了 可周贤有脑流 稍微一撞就破了 所以他就这么死了 我冷漠地说 周贤的爸妈 文言如遭雷劈 听说周贤送医院时 你放弃了抢救 警察询问 周贤爸妈一下子抬起头 凶狠地盯着我 我笑了笑 依旧镇定 警察 周贤脑流破了 手术成功率非常低 就算救活了 也是个傻子摊子 我可不想余生都伺候他 再说了 他被判 我找小三 去见小三才出的车祸 我觉得放弃治疗非常正确 警察面面相去 见人 婆婆张牙舞爪地想挠我的脸 你果然知道周贤有小三 你设计杀了他 我对警察说 我所说的完全属实 你们可以调查 这些事情都在医院里有档案留存 警察很快就查到证据 公婆不得不相信 周贤患有脑流 医院让周贤观察一个月 再去做手术 这一个月内不要劳累 需要好好休养 他自己非要去南城见小三 公婆依旧不信 认为 我在他的车上动了手脚 但交通鉴定车本身没有问题 事故只是意外 视频显示 他自己开车 忽然撞向栏杆 院部的任何人 只有一个解释 周贤的脑流 压迫神经 产生幻觉 或者脑部不适 才会让他忽然撞向栏杆 正常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撞死 警察推测 并当场打电话向医院确认 医生说 脑流会压迫神经产生痛苦 而且会影响视觉 极有可能造成车祸 总之 无论怎么查 周贤的死都与我无关 我说 这就叫自作孽 不可活 公婆哭天枪地 几乎要昏死过去 看到没有 他有脑流 本身就快死了 不过 也不是没有活的希望 我淡淡道 医生叮嘱他好好休息 一个月后再去手术 是他自己非要开车去南城 我留都留不住 你们怀疑我杀了他 现在看来 是他自己作死 哦 如果非要找一个罪人的话 南城那位才是罪人吧 非要在他生病的时候叫他去 公婆面容扭曲 方宇那个贱人 我饶不了他 我笑了笑 方宇固然有错 可他再如何 也没有把刀架在脖子 逼迫周贤上车的能力 是周贤自己要去的 在公婆眼里 他们的儿子没错 错的都是别人 公婆灰溜溜地滚回去了 我抓紧时间完成股权处理 公婆痛苦一天 回过神 立即杀到我家 要求分割遗产 尤其想和我抢公司股权 我拿出周贤亲笔签名 写下的股权转让书 递给他们看 这是你儿子给我的 不可能 婆婆比公公急躁些 大声道 她不可能把股权 全部转让给你 这是假的 我坐在沙发上 好整以侠 如果你们不服 大可以做笔记鉴定 看看这是不是 你儿子的亲笔签名 做就做 公婆坚决不相信 周贤会把股权全部转让给我 为了让他死个明白 我光明正大地带上律师 亲自开车 带他们前往鉴定中心提交文件 实际上 私人笔记鉴定 并不能作为最终法庭证据 但做完了 大家至少心中有数 就算打官司 法院再让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我也不怕 笔记鉴定结果出来 公婆傻眼了 我说过 的确是周贤签的字 我冷淡地说 不可能 公婆摇头 满脸不可置信 当着工作人员和律师的面说 周贤不喜欢你 她喜欢方语 孩子都快生出来了 而且 他们打算生出孩子 就和你离婚 让你净身出户 怎么可能忽然把公司 让给你 一定有问题 律师和工作人员 都被她的无耻震惊了 所以 你们打算生下孩子 让我离婚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不给 我不可思议地问她 我不是你儿媳妇 我是出轨了 还是破坏你们感情了 或者把钱贴娘家了 居然要我净身出户 你儿子一穷二白的时候 是我陪着创业成功的 涉及财产 大家已经撕破脸 婆婆也顾不得脸面 大声说 你在家当家庭妇女 对公司没贡献 生不出儿子 对家庭也没贡献 凭什么要给你钱 律师和工作人员 再度目瞪口呆 由于她说得太过无耻 太过理所当然 我居然一时间无话可说 好一会儿 我才平静到 或许你们忘了 当初周贤创业 是我陪着她 一路历经风雨创办公司 我是合伙人 要不是为了生孩子离开公司 现在应该和周贤平起平坐 我在家打理资产 努力备孕 做周贤的贤内助 也叫对家庭没贡献 公婆脸不红气不喘 别说那些 反正周贤就是这么打算的 她不可能给你一分钱 我直接了当问道 律师作证 你亲口承认周贤出轨 并且有了小孩 还打算让我净身出户 在律师和工作人员的注视下 婆婆咬咬牙 坚持道 没错 所以这份股权转让书绝对有问题 我明白她为何要这样说 她只是想证明股权转让书是假的 我冷冷到 或许她良心发现了 知道对不起我 想要赔偿我 不可能 婆婆坚持 律师说 凡事讲究证据 咱们以证据为准 白纸黑字 亲笔签名 公婆瞪着文件上面周贤的名字 无话可说 打破脑袋也想不通 周贤为什么会把公司转给我 我说 你们要是不信 那就打官司吧 把你刚才那番话 在法庭上说一遍 看看法官会不会承认 股权转让书是假的 公婆脸色难看至极 股权转让书的是 公婆没有打官司 估计明白打了也没用 他们那些话说出去 除了抹黑自己 屁用没有 毕竟周贤的笔记做不了价 可我也知道 他们肯定不甘心就此了结 没过多久 我正在公司忙于处理 纷繁复杂的业务 助理突然慌慌张张地 冲进办公室 气喘吁吁地说 赵总 您的公婆到访了 还带来了一位孕妇 我闻言 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 走出办公室一探究竟 只见公婆二人气势汹汹地领着一位腹部隆起的方雨 出现在我面前 方雨的肚子已经六个月大 显得尤为显眼 婆婆一见到我 便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赵月 这是方雨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周贤的 遗产分割时必须给她留一份 我冷冷地扫了她们一眼 反问道 你说这话有何依据 据我所知 这位方小姐的私生活可是相当混乱 与多名男性都有过亲密关系 你凭什么断定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周贤的 拿出证据来 方雨被我戳中痛处 顿时气得脸色通红 大声辩解道 我只和周总在一起过 这个孩子绝对是周总的 我平静地回应道 空口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个孩子是周贤的 方雨一时雨色 支支吾吾地说 周总和我谈恋爱时 被你发现后 他就把我藏在了南城 还给我买了房子 开了公司 我们过得像夫妻一样 公公婆婆都知道 我怎么可能再去找别的男人 这个孩子肯定是周总的 我心中暗叹 这周贤究竟是看上了这女人的哪一点 要说年轻漂亮 公司里比她年轻漂亮的多了去了 至于这么蠢的 还真是少见 我淡淡地笑道 你说的再多 也不能证明孩子是周贤的 按照法律规定 要做亲子鉴定 才能确认私生子的继承权 亲子鉴定报告呢 拿出来看看吧 方雨和公婆顿时面面相去 无言以对 这孩子还没出生 怎么做亲子鉴定 就算要做 孩子的父亲已经化为灰烬 也无法进行鉴定 婆婆突然恍然大悟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好啊 赵月 我算是明白 你为什么急着烧了我儿子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我无辜地怂怂间 说道 你这是在说什么 我完全是按照周贤的遗愿 处理她的后事 将她火化后洒入大海 这是合法合规的 如果你觉得我在说谎 那就下地狱去问她吧 婆婆被我气得跳脚 一米五三的身高 仿佛瞬间长到了一米八 她尖叫道 赵月 你好狠毒啊 你害死我儿子 还诅咒我死 我挥手示意他们离开 说道 滚吧 别逼我叫保安 公婆和方雨哭闹了一番 最终什么也没拿到 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公司 他们自己送上门来闹事 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 我趁机将监控视频拷贝出来 交给了一些网络大V 花了一些钱让他们将视频发布到网上 很快 短视频网站上便出现了方雨挺着大肚子 信誓旦旦地声称周贤婚内出轨她的视频 方雨因此彻底出了名 成为了网络上的焦点 网友们纷纷留言谴责她的行为 做小三居然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婆婆居然站在小三那边 真是个恶毒的婆婆 渣男死了 看来见人自有天收 法律上 只有亲子鉴定书 才能作为承认私生子的凭据 她孩子都没生下来 而且孩子爸爸已经去世了 根本无法证明 这个孩子是渣男的 原配做得好 就该这么办 方雨在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出门 甚至连她的父母也被人扒了出来 我雇了一些人 专门拿着喇叭到方雨 以及她父母所在的小区 公司里大肆宣扬她的事迹 这下子 连不玩短视频的大爷大妈们 都知道方雨是小三了 网友们虽只在网上发泄情绪 但大爷大妈们 那令人择舌的八卦精神 使得他们对方雨及其父母指之点点 恶言相向 甚至直接上门教训 那种被围观 被责难的滋味 对于方雨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折磨 不仅如此 一些媒体也嗅到了这股风波 纷纷蹲点打探方雨的消息 试图从中挖掘出更多独家新闻 很快 方雨便不堪其扰 急匆匆地跑到公司 要求我立即撤走那些播放她事迹的喇叭 她以骚扰为由 甚至扬言要控告我侮辱诽谤 我冷静地回应 首先 我所言皆是事实 并非凭空捏造 因此不构成侮辱诽谤 其次 我的人只是在小区和公司外部使用喇叭 且严格遵循 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的时间段 中午还特意休息两小时 并未打扰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再者 使用喇叭进行宣传并不违法 方雨被我驳斥得哑口无言 情急之下 她竟然挺着大肚子往地上一躺 开始碰瓷 她大声叫嚷 你推我 想害我孩子 我是孕妇 你得负责 我指了指头顶的监控摄像头 平静地说 上面有监控 大姐 而且你到现在都无法证明 这孩子是周贤的 我为何要害你的私生子 你若想继续躺 那就躺吧 随后 我招呼所有工作人员 让方雨继续躺在公司里 其他人都不得靠近 此时 清洁工手持拖厕所的拖把 在方雨身边随意拖行 污水混着臭气四溢 直逼的方雨无法忍受 最终方雨只得灰溜溜地爬起来离开 她一走 我便将监控视频拷贝下来 发给了媒体 这一次 方雨的碰瓷行为 更是遭到了网友们的猛烈抨击 她怎么还有脸去原配公司闹 居然愿望原配推她 躺在地上碰瓷 要不是有监控 那原配岂不是被坑惨了 真是溅到骨子里了 如果说之前方雨的视频 只是惹人鄙视 那么这次 她的碰瓷行为 则彻底激起了重怒 有人偷偷在方雨家门前 泼粪水 扔垃圾 甚至朝她窗户扔东西 每当方雨出门 门口都堆满了垃圾 污水横流 连清洁都成了难题 面对网友的谩骂和骚扰 方雨终于崩溃了 她住进了医院 声称自己受到网友的暴力恐吓 导致胎儿不稳 甚至扬言要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在方雨家门前泼粪水 扔垃圾的行为 确实触犯了法律 网友们也开始感到担忧 这时 我果断站了出来 宣布 那所房子是周贤用我们的婚内财产购买的 所有权并不属于方雨 而是属于我 我决定将那房子改造成垃圾站 大家可以随意扔垃圾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 那所房子的所有权归属 还有待商榷 但这样的声明 足以让方雨感到恐慌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支持我的决定 房子都不是你的 谁下你了 对 朋友们扔垃圾 得到了主人许可 谁来打扰你一个外人的生活了 自己尚赶着闻垃圾 见不见啊 你受不了就赶紧搬走吧 看到网友们的留言 我满意地笑了 随后 我立即让律师起草文件 准备打官司 冻结那所房子 以及南城公司的所有资产 之所以现在才采取行动 是因为周贤那个渣男 居然真的以方雨的名义 买房买车 甚至南城公司的账目 也做得光明正大 他对我可没这么有良心 为了找到周贤通过婚内 共同财产 给方雨购置资产的证据 我费了不少功夫 他当初为了瞒过我 并没有直接用 我们账户里的钱养小三 毕竟那些钱都是我在打理 一旦有风吹草动 我就能立即察觉 他是通过南城分公司 以项目的名义 把钱转移到了一家空壳公司 再从空壳公司 把钱套出来 给方雨购置资产 这种行为 不仅伤害了我和公司的利益 更是触犯了法律 方雨为了逆转舆论 一直待在医院里扮演被伤害的角色 公司和家里都无人看守 我直接带人杀到南城分公司 报警清算 赵月 这事就算了吧 知道我要报警调查南城分公司 公共给我打电话 言语中已经有了求和的意思 方雨负中孩子的遗产不用给了 咱们按规定来办 该分多少就分多少 自从确认周贤与我的死无关 又笔记鉴定过后 公共和婆婆除了带方雨上公司 讹过一回 就再也没和我对着干 他们并非愚蠢之人 知道公司股权已经全部在我手里 和我对着干没好处 不行 我一口回绝 周贤居然做假账洗钱 给公司捅了这么大个窟窿 此事已经不仅仅涉及出轨了 就算我答应你不调查 其他股东也不同意 实话告诉你们 这次并不是我报的警 而是股东要求的 他们想把所有资产追回公司 我没说谎 方雨的事闹大后 股东已经有所觉察 周贤挪用公司的钱养小三 伤害的是整体利益 我再暗示一下 大家便同心协力 一起帮着我打小三 追回资产 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资产 哪怕房子车子是方雨的名字 哪怕周贤通过各种方式洗白赠雨 为方雨保全资产 也不行 该追回来的 全都得追回来 此事已经不仅仅是原配和小三的斗争 还涉及违法犯罪 我以雷厉风行的速度 封了南城分公司的所有账本 印章等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证据确凿 等方雨听到风声 不再装病 匆匆从医院赶回来时 是已成定局 南城分公司 她的房子车子等资产全部被诉前保全了 她只能挺着大肚子回父母家里 据说她爸妈一开始知道她掉了个金龟婿 特别骄傲 如今人才两空 她爸妈在单位都混不下去 名声全毁 对方雨不假辞色 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 有人看到他们在小区里面吵架 许多人谈到他们的事 都说一句大快人心 我听了冷笑一声 还有更让她后悔的呢 当初周贤为了避开我 违法作账 同时将公司的钱挪为己用 干了乱七八糟的事 有些钱并没用到方雨身上 但难成分公司的法人和财务是方雨 周贤弄钱过程中 方雨参与了 即便周贤做的是虚账 即便周贤有些钱没用到方雨身上 那些钱都必须由方雨还回来 林林总总加起来 有上千万 也就是说 她不只得还回所有资产 还道歉一屁股债 知道真相后 方雨怕了 找到我 跪在我面前流泪磕头 姐姐 对不起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吧 现在知道错了 你怎么这么傻 我微笑 以为法人这么好当的吗 知道为什么许多老板都不愿意做法人吗 周贤他们一家是在坑你呢 以你的名义进行洗钱 出了事便由你背锅 现在明白了吗 方雨面如死灰 经过调查 我总算明白公共 为什么会求我不查南城分公司的账 原来 总公司由我和周贤共同创立 我一直牢牢拿着一部分股权 即便三年不去公司 我依旧是比较大的股东 而且当初为了发展壮大 还引入了几位股东 有了大家共同努力 才让公司在市场里立足 业绩和利润在行业里成为佼佼者 但周贤渐渐心生不满 认为自己辛辛苦苦 在给不干时的股东打工 为我打工 极不平衡 便创立南城分公司 再将方雨带进去 一点一点的偷总公司的资源和钱 三年来累计的数额非常大 这事公公婆婆方雨都参与其中 这也是公公求我不要查南城分公司的原因 苟日的周贤 他坑我 方雨嚎啕大哭 他们坑死我了 亏我全心全意为他作账 还为他生孩子 我扶他起身 温柔的安慰 方雨呀 现在就要看你了 将功赎罪 才能少点盼头 现在周贤死了 我和你只要不涉及财产 无冤无仇的 犯不着逗得你死我活 你只要告诉我周家洗钱的所有下落 他们的账户 其他隐藏的资产 我会为你争取少判刑 而且只要查到你身上那些账的去向 你的债务也免除了呀 方雨陷入沉默 神情动摇 我离家三载 公司的经营状况日益下滑 勉强维持的同时利润微薄 每次周贤都感慨 生意艰难 竞争激烈 当初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与他携手 正是看中他出众的能力和勇往直前的胆识 周贤确实拥有非凡的胆识和能力 这让我深深着迷 也对他充满了信任 然而 在我离开的三年里 公司却突然岌岌可危 我并非没有怀疑过其中的原因 但我一直坚信夫妻之间应该多一些信任 宽容一些瑕疵 才能共度美好时光 然而 他却背叛了我 这让我深感失望 最终 方雨决定与我携手合作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 我陪伴方雨去银产 这原本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私事 却意外地牵扯到了原配和小三 这样的情况 在任何人看来 都显得有些匪夷所思 胎儿已经七个月了 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孩子是周贤的 因此无法分得财产 而方雨则深陷违法犯罪的泥潭 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 他决定尽快引产 以免将来孩子成为他的累赘 我安慰着颤抖的方雨 你还年轻 未来有无数可能 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你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 然而 方雨却惶恐地抓住我的手 担心迎产手术的风险 我冷漠地甩开他的手 直言不讳地说 当初是你主动提出 要我陪你迎产的 为了表明你的忠心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勇敢面对 否则 你将背负着名声不佳 和孩子的负担 谁会愿意娶你呢 难道你要靠打工维持生计吗 当初作为秘书 几千块的月薪 能满足你的野心吗 方雨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我继续说道 好好想想吧 年轻时就带着孩子 难以嫁人 每天忙于打工 还要照顾孩子 这样的人生 你真的愿意吗 不要 方雨摇头哭泣着说 我不要孩子 我要嫁人 我不要一辈子都过苦日子 最终 方雨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坐在走廊上涂着口红 心情愉快地等待着 银产手术对她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怀孕期间她无法入狱服刑 怀孕几个月后 如果她生下孩子 并处于哺乳期 那么她就有可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当然 如果她坚持生下孩子 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 我永远不会承认那是周贤的孩子 所以她无法分到我一分一毫的财产 总之 无论她做出什么选择 都将对我有利 至于公婆那边 她们肯定会希望 留下这个唯一的血脉 甚至愿意出钱养孩子 不过我已经提前采取了行动 查出了她们隐藏的资产 并重新分配到了公司中 最终她们能分到多少 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因为她们的违法犯罪行为 她们可能还需要蹲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 方雨选择生下孩子 显然是不明智的 如果她再拖延下去 月份会更大 银产的风险也会增加 因此 方雨别无选择 我给方雨的父母打了电话 他们匆忙赶来 见到我时脸色苍白 原来 方雨在手术台上经历了大出血 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她的身体状况 却让人担忧 我默默祈祷 希望她以后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随后 我拨打了公婆的电话 将方雨淫产的事情告诉了她们 并用言语刺激道 婆婆 你知道吗 如果周贤还在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她没有背叛我 她此刻应该在我请来的国外专家团队下接受手术 成功率高达70% 她很可能活下来 然而 她的死因 却是她的出轨和方雨的坚持让她去南城 这一切 从她背叛我们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 我顿了顿 继续说道 对了 我忘记 告诉你们了 当初周贤确诊脑流时 医院为她做了基因筛查 发现她的基因有些问题 而我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小毛病 所以我们三年来一直没有孩子 你们一直指责我不能生育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对方雨淫的那个孩子如此紧张 想必是知道周贤生育困难的事实 所以才如此真实吧 甚至不惜转移资产与我离婚 我嘲讽道 然而 你们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 如今已经没有了 你们一大把年纪 儿子死了 现在连孙子也失去了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恶有恶报 我冷冷地说道 婆婆气得破口大骂 公公也忍无可忍地跟着骂起来 我轻笑一声 说道 骂我有什么用 孩子是方雨要打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公婆两人怀着满腔怒火 匆匆赶到医院 不顾方雨术后虚弱的身体 抓住她的头发就是一顿耳光 婆婆疯狂地喊道 贱人 你害死我儿子 现在又害死我孙子 我跟你拼了 说着她抓住方雨的头发 将她脱下床铺 原本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方雨腹中的孩子身上 如今孩子没了 他们彻底陷入了绝望 方雨拼命挣扎 但婆婆却下手狠辣 她的肚子被踢得鲜血淋漓 方雨的妈妈打完饭回来 看到这一幕也冲了上去 与公婆打成一团 方雨再次被送进手术室抢救 她的肚子几乎被踢烂 以后能否生育还是个未知数 这次事件让方雨与公婆彻底结仇 两方是同水火 方雨毫不犹豫地将所有证据提交给了我 我仔细查看后发现周贤的确是个有能力的男人 虽然他在总公司的经营上遇到了困难 但他在其他地方的生意却做得有声有色 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资产 然而这些资产和公司大部分都涉及违法行为 所以一直都在公婆的名下 我一分都没有得到 如今这些财产都被我请来的律师团队找了出来 并重新分配给了我 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意外之喜 公婆所谓的经常出去旅游 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周贤寻查这些资产 如今这些财产都被我找回并重新分配了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我有时候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周贤如此忌惮我 防备我 方雨给了我答案 他讨好的说 姐姐 周贤一直说你太强势太聪明了 和你在一起总让他有种自尊心受挫的感觉 而我不同了 我很笨 他和我在一起很放心 这个理由我接受我汗手 他还说他向你暗示过很多次 让你把股权给他 你不愿意 他很讨厌你真自私 我笑这个习惯不好 方雨恨恨到 所以他死了 我有点惊讶 如今的方雨对周贤一家恨得咬牙切齿 不知道周贤在天有灵 会不会痛苦万分 我说 方雨 你太蠢了 以后长点教训 别再去做小三 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玩不过他们 方雨连连点头 姐姐说的对 公婆因为经济犯罪被调查 最后被判刑 方雨投靠的比较早 又吃了不少苦头 我按照约定出具了谅解书 不过 犯罪就是犯罪 她是法人且制作假账 公婆死死咬着她 她根本没法脱身 最终三人洗提牢狱之灾 事情到了这一步 剩下的便是遗产分割 我花大价钱请的律师团队发挥了很大作用 该我的一分都不少 不该我的 极力争取公婆违法犯罪在前 且私吞财产 这些都会影响财产分割的判定 本来很多资产归属权不是特别清楚 分给公婆合法 分给我也合法 现在通通都判给我 我拿到钱 身家瞬间暴涨 以前周贤还活着的时候 由于我掌握股权的缘故 她做事必须要过我的名路 而现在我管理公司 绝大部分的股权都在我手中 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 可以说公司就是我的一言堂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霸道女总裁 许多年轻男人对我抛媚眼 晚上微信发负机照 又迅速撤回说 不好意思发错了 这些小把戏 我都懒得理会 婚姻之事 以后再说吧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